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播的时候可能就是真实状态的我 可能真实状态的我 大家会有一点点小喜欢 据我所知 就属于跨度还可以吧 有见面会会有喜欢我的姐姐 或者是他们会 会有个称呼叫妈妈粉 是这样的 会过来会说 这是我的女儿 她也特别特别喜欢你 她是你的粉丝 就是很小很小的小宝宝 再往上的话也会有很大的 因为妈妈粉嘛 真是会感觉就看到她 会有一种 她的眼里在把你当儿子看的感觉 其实我的粉丝可能跟有一些人的粉丝 我们相处的模式不太一样 就我跟我的粉丝之间是很欢脱的 然后也会互相怼起来 就可能她今天 今天我会怼他们一下 就是会 当然了都是善意的 都是善意的 他们也会可能 第二天我的一大波表情包就来了 就那种 对我跟他们相处起来是很愉快的 我很开心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以后 我们怼怼更健康啊 然后聊一聊 就怼的环节可以聊一些 天文地理啊 就是奇门八卦啊 包括这个日常生活指使 大家交流感情 我没有说觉得生活上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生活生活里边我还是我以前愿意做的事情 我的爱好我的习惯 基本上是不会去改 但是会增加一些对自己的要求吧 可能是这样 因为有的时候也会被认出来 就会觉得可能真的有很多人真的认识我了 那这样的话我要严格律起欢意待人 就觉得毕竟有那么多喜欢我和支持我的人 那如果我做的不好的话会对他们他们会很很难受很很很很不开心 因为毕竟我觉得如果作为别人去喜欢你 你应该带给别人的是正能量 是这样 给我一丝醉花的瞬间 你别领忙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心态吧 对因为我是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然后一直到现在要说经历了说大风大浪到也不至于 但是起码是有些小的侃侃可可 就是我觉得能保持一个平常心对一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只有你的心态摆正了 你以后去做任何事情 他才会朝着你所希望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是 在生活中对于有一些事情不要过多的去在意 但该争取的也不要去放弃 接下来又不止一部戏 然后这个月的20多号就要去拍第一部 是一个现代剧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然后也会跟一些老师啊前辈啊去搭戏啊 大家肯定也希望我跟一些老师前辈去演戏 然后去磨练一下我的演技 这回我也是很开心 能跟他们一起去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接下来有更多的最新消息 也会及时告诉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